有谱了台湾也能够买到儿童BNT疫苗 不过能买到多少量何时来通通不知道 一届担心这恐怕都是皇子 台湾采购BNT儿童疫苗 陈时中前一天才说大卡关 因为疫苗由美国辉瑞制造 台湾无法直接购买 而BNT又委托给上海复兴 和五国外府部行程四方谈判 但不到一天 原本说不敢期望的陈时中却大转弯 最后的细节在把它弄清楚之后 应该是可以来签约 有一些文字上的问做最后的修订 但部长口中的BNT到底买到多少剂量 什么时候能来台湾政府全都没提 一届担心是骗局 BNT疫苗合约快要签了 这全部都是幌子 你如果是快要签了 你干嘛现在推这个莫德纳疫苗 他那个签字的话 你就推BNT就好了嘛 但怪的是亚洲各国 像是日本 南韩 以色列都能买到BNT 给幼童施打 为何我国政府就是买不到 他们不仇中啊 就这么简单啊 全世界仇中的只有台湾啊 当然买得到 卡在民进党的面子而已 总会到今年一月多才开始洽谈 这不是去年就应该洽谈的事情吗 你举出了一大堆理由 请问一下你到底是想买还是不想买 前大使更酸 为何政府有钱买高端 买BNT却遥遥无期 应该发挥当时 对高端的那种精神跟态度 可以花800多块钱一剂 比当时世界上获得了认证的疫苗 都要贵那么多 谈判他已经谈了两个月 长得不可思议 是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作水 拖半天买不到BNT 不只超前部署再破工 也让所有家长胆战心惊 这一位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